一般来说旅客在买票的时候 习惯性的就会把包包放在窗口的一边 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窗口买票与售票员对话 很多粗心的人从钱包里面拿了钱之后 往往就会忘记把包的拉链给拉上 这个时候就给了小偷可乘之机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们看现在呢这个窗口有个买票 他把这个包拉开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小偷是怎么偷他这个钱包了 我们看这个时候他把钱付在窗口准备在那个 然后我上去把这个钱包一拿 他一般注意力肯定集中在这个买票与那个上面 我钱包一拿口袋一放我就走了 他可能他现在还没发现自己钱包被贴了 看到这里估计很多观众都会说 哎 演演的吧 包包就在眼前 这个小偷也没有这么明目张胆吧 一眼皮底下偷东西 哼